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然而真正的受害者却是那些无辜的孩子 你应该用户口本登记统计数据了解情况 而不应该用户口本来决定该不该读书 户籍制度原本是政府为了掌握户口数量 而设置的一种布计登记制度 但是由于它所负债的隐形价值 左右着那些在迁徙中求生存求发展的人们 一生的命运 社会主义它是以人为本的 它要全面发展一个人 你让他在一个地方永远不动 不让他改变身份 他怎么全面发展 他怎么以它为本 在京城媒体热潮的假户口案件中 著名电影导演王小帅赫然名列其中 王小帅长期在北京工作并纳税 但是始终不能通过正常渠道获得北京户口 为了获得教育 医疗 公共服务等 由户口部所带来的福利需要 越来越多的人寻求向往获得北京 上海等大城市的户口名额 宁要城市一张床 不要乡村一所方 似乎成为了一种趋势 任何国家现行法律 没有一个允许搞地狱歧视的 那我们那些有地狱歧视的那种审批制度 那就意味着没有一个是真正合法的 1989年 王太元在公安大学学报第一期 正式发表宪法应重新确认 迁徙自由的论文 矛头直接指向国家最高权威法典宪法 这篇文章在学术界迅速引起了轩然大波 当时的改革 一切改革 发现改不下去 出问题在什么地方都与户口相关 最近发生在河南的一起交通事故中 受到同样伤害的两名受伤者 因为户籍身份的不同 农村居民所得到的赔偿金额 与城镇居民所得到的却有着天壤之别 同命不同价的悲剧在今天依旧上演着 在改革开放的前20年里 城市发展市场经济的相当动力 来自于大规模的人口流动 其中农民工潮就是最大的特色 新的城市不给他们户口 这就意味着享受不到从社会保障 到医疗教育 公共服务等几乎所有的福利待遇 户籍政策成为一系列制度不公的载体 是那些就业教育 住房 物价 工资 社会福利等等 与公共财政相关的内容 不时当地捆绑到了户口这个本上面 城墙矛盾越来越大 质疑现行户籍制度的呼声也越来越高 各种户籍调研风案层出不穷 小范围的试点也是花拳锈腿 改革在如火如荼的进行 效果却让人大失所望 2009年作为国际大都市的上海市 发布了一项户籍新政 居住证可以有条件地转户口 但是五道入户门槛却引发争议 被认为是为被上海最想吸引的人敞开了门槛 但对上海做出巨大贡献的群体 包括农民工却被视而不见 在业内人士看来 所谓的上海新政也只是换汤不换药 治标不治本 我一直其实宣明地反对这样的改革 王太元直处户籍改革的脊梁谷 二十年间对户籍制度 进行了全面深入的考察和研究 发现了中国户籍制度存在的真正问题 并提出了切实可行的解决办法 必须剥脱玻璃那种 不失贷地捆绑在户口上的那各种社会福利 社会待遇或者公共财政 你把它一剥离了 户口就成了一个没多少人想要的东西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